今天上午现身在淡水当母鸡 要来帮立委候选人张卫航来一起扫街败票 不过针对昨天的黄国昌开记者会爆料了 比加分位于云林的家族事业杀石场部分 是涉嫌不法来图立自己 因此在昨天韩半也做出了最新的回应 他们认为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不法 而且还质疑黄国昌是冷饭热炒 我们带来听到黄国昌烧走的最新回应 看到韩半的那个声明了以后 我就觉得非常的可笑 我觉得韩国瑜市长如果真的愿意接受公开检验的话 不要躲在竞选办公室里面 是是而非模糊焦点的声明 那就勇敢的站出来公开辩论 我黄国昌一定把所有的资料带齐 我们把资料摊在阳光下 一点一点的跟全国的国民说清楚讲明白 实际上黄国昌在昨天召开记者会的时候就说 在那边原本就有一个旧有的堤防 但是由于他们要这些砂石船来离开那个地方 因此为了要让家族事业来继续延续 因此韩国瑜部分他们还特地建设新的堤防 在那边卷地直接盖起了砂石场 但针对这部分韩半则是回应说 其实实际上当时韩国瑜是接受到选民的陈情 而且认为说有这样的必要才会盖这个新的堤防 实际上并没有不法 但是黄国昌昨天也质疑了 在国有地上没有任何的租赁契约 代表李嘉奔他们家族是直接把国有地当成自家来用 但是韩半认为说针对这个部分 已经做出了最新的声明 希望黄国昌可以不要再继续针对这样的行为 来冷办热潮 不过黄国昌也说他下午将召开了记者会 他也将提出第二波的证据 希望韩国瑜可以出来讲清楚说明白